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离西米的灵修进度 已经进到第十二章了 那么昨天我们谈到十二章 一开始记载了一段名单 这段名单记录了参与的一些 祭司和立位人的名字 那么今天我们从二十七到三十节 就继续来记载 当名单留下来之后 离西米就要带领大家 准备为盖好的城墙举行奉献礼拜 我们可以想象 这是一个非常喜乐和高潮的时刻 对吗 所以离西米把城墙盖好了 重建了城墙 名单写下来 其实代表着重建了一群侍奉的人 这段经文今天我们要读的 也提到了离西米把善居在各处的一些歌唱的人 从耶路撒冷周围的村庄招聚回来 参与这一个奉献的礼拜 这一件的记录非常重要 因为在大卫王时代 歌唱者与侍奉是息息相关的 现在离西米要把城墙奉献给主的时候 就把所有善居在城外的歌唱的人 招聚回来 这代表着一个重建 这个层面的重建是重建了一个重要的制度 所以离西米重建了城墙 重建了人群 也重建了侍奉的制度 讲完了歌唱者的招聚之后 今天这段经文还讲到 于是祭司就把城门、城墙、群体、歌唱的人等等 一起分别为圣 换句话说 重建的第四个层面也出现了 不只城墙 不只人群 不只重建制度 这个时候更重要的是 透过祭司的参与 离西米更要重建一个更深的层面 那就是重建神与人的关系 祭司把人群、把城门、把城墙都分别为圣 献给神 换句话说 从离西米的努力 我们真的如同我们以前说过的 离西米不只是一位土木工程师 他不只是要建造 把城墙做好 把城门重修 他更是透过建造城墙 重修城门这个过程 使得一群侍奉的人重建起来 留下名单 不只如此 今天看见了 把一个侍奉的制度重建起来 使得有制度的指引之下 侍奉的工作更蒙神喜悦 当然城墙也好 人群也好 制度也好 最高的表现 其实是要重建神与人的关系 那就是透过祭司所做的了 那么今天我们思考到这四个层面的时候 其实与我们今天的教会生活 也是息息相关 那么把离西米重建城墙的 这一段记录 应用在我们今天教会的生活 也是非常适切的 因为今天在教会时代 我们也借着不同的管道 来建立教会 使得神的教会更丰盛 更加的进步 更蒙神喜悦 是的 事工上要重建 不过事工的重建 其实更重要的是 重建投入的人 在我们的灵命中改变 我们的性格上改变 我们的人际关系上改变等等 这是重建人群 建造人群 同时在这个建造之中 我相信事工越来越发展了 一定会建立一些制度的 没有制度的话 事工是随遇而安 或者是随性而起 不可能持久的 所以一定会到了某个程度 重建制度 但是所有的这些努力 其实我们是聚焦在一件事 所有的努力 其实就是重建人与神的关系 人与神的关系 借着耶稣基督当然已经和好了 不过这个和好的过程 必须继续长进 圣经叫做成圣 这个神人关系的越来越亲近 正是透过一切侍奉 人与人的交往 弟兄姐妹的团契交易 目的是每一位神的百姓 与神更加亲密 所以离西米的建造原则 其实也是在今天教会时代 息息相关 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求主带领我们经过 离西米记的灵修 不只是更认识那一个 更关键性的时刻 离西米所做的 更是把那个时代的历史记录 用在我们的身上 非常适切地 达到一个灵命的提升 愿主带领你 带领你今天的生活 从离西米记中 得到属灵的提醒和指引 平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